30米外的远射是她的标志 永不疲倦的奔跑是她的特色 加盲游文后纳交易的长发 并无数女粉痴迷 模范标感的品行 上帝为她回爆料爱惜贤淑 儿女双全的美满家庭 我不需要说出她名字 因为我知道 她早已流芳百世 习义的三块膝盖骨 不仅赋予她独特的奔跑因斯 也赋予她纵横石奔的突破 钢蝶般的意志 暂时血后位一次次的飞铲中顽强占起 蝶血的精神 她上赛场就不知疲倦的跑动 精炼简洁的球技 让游文短短时间 淡忘料软富皇马的奇达内 突破后力道十足的远射 那是一种大自然力量的美感 南美有巴蒂重炮 欧洲有她匹敌 此后数年 你再有见不到如此暴力美学的破门 如果你已经知道料她是谁 请大声喊出她的名字 Havanan T 时光告回至22年前的英格兰 1996年欧洲杯 欧勒巴再度硝烟刺起 北欧海盗呆曼 意欲蓄血神话 新乐领衔的英格兰明江云集 汇宁土防守的意大利 希望埋葬一个个对手 无免之王荷兰垂涎三尺 就算缺冰上将的日尔曼战车 也在摩拳擦掌 那是欧洲杯阔军后的第一届 也在那一届 开始试行淘汰赛金球制 各路好想刺刀剑红的时候 丝毫未曾防范一只飞马 忽然跃出 来自东欧的杰克一路杀入决赛 96黄金一代风投进出 作为主力的钢蝶战士面对 意大利第五分钟就首开记录 但也正因为阵力进球 让他当路易甲 这一年时间里都身处漫天虚声 首长小组赛 杰克0比2不敌德国 被媒体普遍看衰 然而第二场对垒意大利 杰克2比1取胜 最后于俄罗斯部进球 大战3比3沿河 杰克凭借相互胜副官 气挤掉意大利进入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制胜球 赶走葡萄牙 半决赛点球大战淘汰法国 决赛再次遭遇德国 抗费十足的杰克先声夺人 并依领领先大半场 但德国替补出场的传奇 前锋比2过夫投球八平 又在加实赛第四分钟 打进板超的一球 留给杰克的时间已经不 吃磨 比赛结束 不错 一切突然就结束了 淘汰赛阶段实行金球制 杰克纵始如来转世 也无法避免成为历史上 第一只死于金球的球队 而且 是在欧洲杯决赛 中欧叠席没能登顶 然而对中年轻的当决战士 将杰克足球 永不退缩的精神完美传承 新的领袖就此诞生 欧洲杯后 表现出色的他被拉吉奥收落账下 征战小世界杯 海山倒海 我的名谱都被打碎了他闪转藤 挪 如如无人直径默示 开头难 更何况那个疯狂的 夏天他亲手 葬送绕意大利的晋级之路 他几乎被拳要平民半岛视为敌人 即使主场的蓝英球迷也不放过他 你知道 那时候一甲的防守是多么惨烈 强如罗马尔多 国米岁月里嫉妒躺在病榻 后卫别睡的关照 让MV一次次人仰骂翻 然而坚强如他 未曾向对手 向球迷 向裁判发过火气 他始终做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帮助球队营球 他一次次从迷命的草地 爬起继续战斗 为球队冰沙每一个积分 终于 球迷被他的品德和球技深深折服 效力四年内 大肆烧钱的拉奇奥 始终 保持住强大的竞争力 但他的球技和精神注定量 他始终是不可替代的绝对主力 意大利杯 意大利超级杯 欧洲优胜者杯 欧洲超级杯先后 被印往拉奇奥陈列士 9900赛季篮英达到顶峰 最后一轮反超尤文捧起连赛冠军 并柔烟含金量十足的双冠王 可惜 不久之后的经济危机 拉奇奥主席被迫把NBVD 卖给了尤文图斯 4120末的身下 当时一阵骚动 尤文把杰克人当作其达妹的替代品引进 赋予他进攻上的自由 显然尤文堵对料 NEDVD不久便把自己的烙印深深刻 在尤文球迷心中 阿尔卑球成的横幅谢谢你 其达妹 但我们更喜欢帕维尔的标语韵 含料 一切对帕维尔的爱 NEDVD脚头强硬 左右脚远射能力和快速突破能力极强 或要有机会他都可以破门 这也节约尤文很多调整姿势的时间 35米外今天远射不胜美举 大大小小的远射破门更是家常便饭 1月6日赛季 他帮助尤文拿到了四座联赛桂冠 03年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 他早早拓门并帮助尤文三 比比击败起打内和大罗 北哥 老耳领军的黄马 可惜碟人81分钟吃到黄牌 因黄牌类集无缘出战欧冠决赛 碟人深深埋在草皮眼面痛哭 尤文在决赛中点球大战不敌米兰 这成为钢铁战士一生之痛 但NEDVD的杰出表现受到广泛挫欲 从年底 NEDVD一较大优势击败亨利 马尔蒂尼 齐达内等一概巨星 摘下欧洲金球奖的美誉 这是对他最有利的褒奖 也是世人直观本人 可一年之后的葡萄牙欧洲杯 杰克卷土重来 八年前的决赛折戟 推动住NEDVD永不言弃的心 杰克对场带领住波伯斯基 巴洛什 罗希基一概名将 完成要堪称欧洲杯历史最经典的基大战役 杰克不可思议地在死亡之组 上演逆转帽子信法 三连胜出现 这次被送回家的是德国 虽然半决赛倒在廖逆天的大黑马希腊面前 但杰克的表演让全世界充满尊敬 尤其于荷兰的对攻大战 被评为那些欧洲杯最经典的比赛 现在回看依旧热血澎湃 但米领军 为本航空出世的荷兰 20分钟内取得2比0领先 然而杰克在23-78-9分 中连住三球当起回常的逆转速比 末战已经提前出现的杰克面对取胜 才能出现的德国 血藏料内德维德 巴勒什 罗希基等绝对主力的杰克二队 近2比1逆转德国 然而冥冥中 杰克总不能得到上帝眷顾 半决赛面对希腊 杰克场面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NED第41分钟受伤离场 迎求这下杰克似乎失去了精神支柱 最终灵 一被希腊大冷淘汰 NED第错失了 登顶欧洲的最佳时机 那个夜晚 我眼眶深润 我去问苍天 内德维德如此完美的一个人 为何不能让他在已经32岁的年纪的长所远 欧洲背后 别人退出国家队 全心全意服务油文 但是2005年 世界杯预选败景要关头 NED第5反顾的回归并帮助球队成功出现 他第一次代表杰克参加料世界杯 助攻欧希基打入一球 然而年龄日渐老化的杰克梅 由于挡住加纳的冲击 也未能攻破李皮这下防守严密的意大利 小组赛未能出现 从年8月 34岁的内德维德正式退出国家队 2006年 对油文是个冰点之年 电话门事件的爆发 使得油文降入一级 并被包夺前两个赛季的冠军 一不等大多数球星选择了离开 但忠诚的NED地坚决流料下来 他再次令人动容 无论在拉齐奥还是在油文 NED地无论是在球迷眼里还是俱乐部眼里 都是那个无可挑剔 令人肃然起敬的巨星 2009年8月 37岁的杰克领袭退役 结束了球员生涯 2015年 油文任命NED地为俱乐部副主席 征战半生的他 依旧活跃在足球圈 天宇受其良缘 繁星为有助缘 场外的当别战士 16岁便于妻子伊莫卡勤令终生 22岁步入婚姻殿堂 并儿女双旋 NED地是狗仔队最失望的人之一 在他离开球场后 永远向路边的野草 一样朴实却又无比可靠 有个小插曲 2000年 拉齐奥三比林战胜佛罗伦萨的联赛中 NED地下半场在禁区内被对手侵犯 主台判当即判罚点球 但是NED地拒绝主罚 并向当执主台判皮埃路易及柯丽娜现实自己与对方球员没有身体接触 随后柯丽娜取消了这粒点球 我战斗 我存在 我无私 我无愧 这就是NED地 感谢观看 喜欢士兵的朋友 赏一个订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